女人找男人 说到底就是为了那三样东西 安全感前 还有被宠爱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安全感首先说说安全感 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 但对于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存在 就像咱们每天离不开的早餐一样 记得张爱玲说过的那句话 爱情像一阵风 吹完她就走 这样的爱情我不要 这就是在说安全感的重要性 女人们想要的不是一个飘忽不定的男人 而是一个能让他们依靠 让他们觉得世界再大也有个港湾的男人 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和布拉德皮特分手后 最终选择了稳定的导演男友 这就是安全感的力量 她让女人们愿意放下一切 去追求那份内心的宁静 钳着东西 说俗不俗 说哑不哑 但别否认 她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女人找男人 往往也希望她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不是说要顾上奢华的生活 而是希望有一份稳定的保障 让生活不会因为金钱的压力而变得捉襟见肘 想想那些嫁入豪门的女星 虽然外界对她们动机有所质疑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们也希望有一个坚实的后盾 让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从容 每个女人都希望成为男人心中的小公主 被呵护 被宠爱 又有谁不希望在恋爱中被呵护 被疼爱呢 她们不奢望像童话里的公主那样娇生惯养 而是希望有一个男人能够真心疼爱她们 关心她们 让她们感受到自己在她心中的分量 像歌手Taylor Swift说过的 我想要的并不是你口袋里的钞票 而是你拥抱中的温暖 有的时候 一句我爱你胜过千言万语 一次紧紧的拥抱 比起昂贵的礼物更有价值 就像一首歌里唱的 我想找个男朋友 给他世上最好的温柔 女人们想要的 不过是一个能够珍惜自己 宠爱自己的男人 当然这三个内心需求 并不是说要男人们同时满足 而是说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 女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去选择 有的女人可能更注重安全感 有的女人可能更看重金钱 还有的女人可能更追求被宠爱的感觉 男人们不要觉得女人们的要求太高 其实他们要的并不多 只要你能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怀抱 一个稳定的依靠 还有一颗愿意宠爱他们的心 那么他们就会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因为在爱情的世界里 没有什么比真心付出更能打动人心的了 专一是缘分长久的底线 两个人相恋之后 将对方看成今生的唯一 这样才能在相处的过程中 专心致志经营这份感情 少一些猜疑与误解 只不过双方在相爱的同时 还要面临诸多的新考验 从爱情心理学来看 情侣之间固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不愿意他人干涉彼此的爱情 但是当感情迎来停淡期 一些人总会忍不住 在爱情之外寻求新鲜感 如果无法抵制诱惑 很有可能就做出背叛感情的事情 不仅会伤了爱人的心 也会因此丢了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 有句老话说 多情最怕无情伤 感情的世界里 却从不缺少这样的场景 遇到心动的男生 女生以为感情从此有了归宿 当他们全力以赴 去成全这份爱情的时候 却不知道男生却怀着不一样的心思 面对一些男生的套路 女生一不小心就会中招 恋爱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一个只是玩玩而已的人 女生很容易陷入情感的泥潭力 久久无法走出来 甚至于生的漫长时光里 都会对爱情心存忌惮 这就意味着 把握爱情之前 女生要擦亮双眼 分辨出对方是虚情还是假意 即使两个人牵手 成为大家眼里的情侣 如果有一天男生不再爱你了 女人也要及时转变观念 用止损的方式来对待这份感情 那么如何在一份感情里 发现对方是否变心呢 其实如果一个人有了二心 明显的变化 会装打破了原则 却装作没有底线一般 正常情况下 男生和你相爱了 就会刻意与异性保持距离 一方面是为了证明 在他的心中只有你的存在 并外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个人形象 不会被人指三到四 说他是对感情不忠心的人 如若爱你 不需要你指出 他都会做到这些 因为如果真的懂爱 就会意识到 这些都是两个人相爱的原则与底线 但是有些时候 一些男生明明知道这些 但是却会假装不知道一般 其实有一天 被你发现了 并且指出来 他也会表现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说这些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可以肆意地 与异性开玩笑 也可以给对方起逆称 如果你选择忍让的结果 只会形成心理学上的破创效应 接下来对方会变本加厉 更加不在意你的感受 唯有坚持感情中的原则 才能为自己争取一点尊严 叹到你委屈 张作不知道你的需求 对于女生来说 为何要恋爱 到了恋爱的年纪后 女人之所以期待爱情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 对浪漫的幻想 她们还会希望通过爱情 遇到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 找到一身长久的归属感 在爱人面前 不仅可以继续做自己 还能在必要的时候 宣泄自己的情绪 也能从对方那里 寻求到一些踏实的安慰 当男生生爱一个女人 她会用宽缩的臂把 给予对方温暖的守护 如果有一天 男生变心了 会有怎样的举动呢 多半会对爱人的需求 视而不见 即使看到对方处于情绪之中 她也会自不自地走开 因为男人一旦二心了 就会将关注点 放到别人的身上 即使女友泪流满面 她也会无动于衷 只因为在她的心里 这个人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你声音再大 她都会假装地听不见 一份感情 是两个人互动的过程 彼此相爱着 才会在双方之间 产生眷恋的情愫 因为爱着某个女生 来人才会荆棘所能 给予对方知冷知热的呵护 尽量去满足爱人的需求 爱你的时候 女生是她手里的宝 某个转弯的地方 男人若是遇到心的诱惑 一颗心不在女生的身上了 她们就会变得无情无义起来 不仅不会关心对方 甚至不会尊重爱自己的那个人 有句老话说 声音再大 你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假如有一天 你身边的那个男人 再也不会在意你的感受了 你将会意识到这样的变化 无论你怎么闹 如何吵都无法让她的内心 产生一点波澜了 有了二心 男人才变得会装 幸福的感情 是建立在真宠的基石上的 两个人相互珍惜 真心对待 方能在时光能在时光荏苒中 守护住缘分的初衷 让爱情长久地保鲜下去 而双方也能顺利地 从恋爱走向婚姻 在余生的时光里 从青丝走向白发 缺少了真诚以待 爱情很容易处崩瓦解 每每遇到一些挫折 就会让物解增加 陆陆红尘中 有缘相遇不容易 若是走到了一起 若是走到了一起 应该珍惜彼此的缘分 如果深爱 就全力以赴 如果不爱了 也不要去伤害 爱情的到来 看似是一种偶尔 实际上离不开缘分的支撑 两个三观相同 志向爱好类似的人 方能在遇见之后 发生更多的心动 从而在瓜熟地落中 一起将缘分把握住 要知道 每一天相遇的人很多 但是实在能牵手成功的 却只是很少一部分 互相能否牵手 在某种程度上 似乎是一种注定的工作 假如没有互相吸引的当地 即使在某一刻邂逅了 也只会出现 无人对面手难牵的结局 两个人擦肩而过 也不会在心里 激起任何的波涛 缘分乃之不易 需求每个人用心去对待 但是爱情的国际里 我们经常很难理性对待 一个人用情越深 反而简单处于被动的方位上 而那个不在乎的人 反而能够视宠而骄 走到对方偏爱的同时 却用天经地义的情绪 挑选不回局 不知富甲如一份爱情 互相的共处失去了平衡 这样的共处形式将会毫无美好可言 或许一开始 一开始 我们会用迁就的心态 与对方坚持必要的联络 连强找到爱情的温度 但是跟着时刻的推移 耐性只会被逐步消磨一空 最终让人不肯再持续爱下去 一份爱情 以分手而收尾 是许多人不肯看到的 但互相终于下定决心 从此分道扬镳之后 那个重爱情的人 或许会在恢复单身的时光里 变得郁郁寡欢 日子于过往之中 失去走不出来 一份爱情里 一个人越是真挚 越是难以接受分手的成果 假如有一天 他真的能够做到不主动 不联络想必才真的相通了吧 从此之后挑选断联 方氏真的放下了 断态联络 才有深思熟虑的机会 若想放心 需求我没有独处的空间 两个人在一起 很简单 将一颗心 围绕对方挑选 成果或许会忘记了自己 也会让一个人 无法用镇定的情绪 去考虑爱情的走向 去把握实在归于自己的美好 断连的成果 能够让自己 有暂时独处的机会 在一个人的时光里 我们才敢坚持镇定的头脑 针对过往 当下和将来 进行一个完全的反思 理解自己目前的近况 从而找到个人的态度 当一份爱情 真的无法持续下去了 为之纠结的成果 只会让深爱的人越陷越深 但是也不能打动对方分毫 由于一个人的心冷了 你是无法挽回的 与其为了一份得不到的爱情 而陷入持久的苦痛中中 为何不能给自己一点时刻呢 消选用断连的方法 一个人取得静思的机会 从而找到实在的自我 这样的你 才敢理解自己的实在需求 做出正确的判别 假如爱情走远了 你才会有放下的决心 从此做回自由洒脱了自己 没有陪同 方能完全放弃梦想 两个人落储 经常顾及互相 而疏忽了自我 特别一个人 为爱情支付越多 越难以疏忽爱人的感触 而是毫不勉强放弃自己的利益 努力成全互相的爱情 即使苦了累了 也会坚持下去 由于深爱 所以常常和对方待一起 就会身不由机 有句老话常说 当局者谜 爱情的国际里 也不乏这样的状况 当心中住住了某个人之后 我们将很难只顾及自我 而是会将所爱的对象 摆放在重要的方位上 处处为对方考虑周全 如若有一天 两个人的爱情冷了 这个时分 这个时分 真的需求自我反思了 经过断联的方法 暂时脱离对方的陪同 在这种状况下 你才干时在为自己考虑 当你重新找回一个人的感觉 在悬横两个人共处的形式 就能得出想要的成果了 挑选断领 从此开启新的旅程 爱情迎来 为难期 真的会如同一团乱马 互相在一起 再也找不到美好的感觉 只会在互相的厌弃中 逐步失去真挚的味道 也没有了之前的浪漫感觉 心润缘分的成果 还有一种或许 让本来相爱的人 都耗尽了最后的一点耐性 成果不止无法做成情侣 乃至还有或许变成了敌人 如若不爱 也不要互相伤害了 当爱情进入平平期 互相之间的共处 不再美好美好了 而是迎来不合 说来就来的近况 在这个时分 无妨运用断联的方法 让双方都能够好好考虑 眼前的爱情 心慌意乱的你 不要被琐事缠身 而是敲选断联的方法 正在客观的角度上 重新审视两个人的共处形势 看看互相的爱情 就会意识到你的近况 假如对方留不住了 也不要耿耿于怀了 找到实在归于自己的出路 从此开始新的人生 不要被旧情缠身 方才是一种才智的挑选 相爱的时分 互相你能我能我能 恨不得每天在一起 但是再好的爱情 也会迎来平平期 在这个时分 两个人假如持续相爱 势必会一起直面风雨 顺畅经过许多的检测 从而让爱情取得提高的契机 反之假如对方不肯意爱了 就会找各种的理由 想从这份爱情中走出去 假如你所等待的爱情 毕竟无法进行下去了 与其怀着舍不得的心态 让自己处于止了磨的状况 为何不能给自己一个 镇定考虑的机会呢 挑选锻炼的方法 得自己一个反思的空间 一个人才是真的放心 经过这样的途径 经过这样的途径 理解个人的需求 找准自己的出路 方才是一种材质的挑选 理解这样的材质 理解这样的材质 朋友们才不会被一份 得不到的爱情所影响 逐步失去美好的方向